哈喽 大家下午好 吉祥如意 大家下午好吉祥如意 那现在即将开始和大家分享 20 22年 我听一下声音 OK 我现在来开始和大家分享 2022年运势一点通 大家好 感恩大家的分享感恩大家的支持 那现在来说 如果你的生肖是属 蛇的朋友 OK我们下来讲如果我生肖是属蛇的 那今天呢非常 特别一点 每一次我们在讲这个运势 每一年的运势呢 几乎都是先说 比如老鼠啊牛啊 陆陆续续这样 猪永远都是最后一个 但这回我们先做特别一点的 我们先来讨论 所有生肖犯太岁的朋友 所以昨天的那个视频呢 跟大家分享是老虎 都是代表着本命 那今天我们来讲 属蛇的 因为在今年 2022 来临2022 不说今年 来临2022 这一年呢 犯太岁的生肖有四个 蛇 猴子 猪 还有当然本命 就是老虎 那我们 都是先说 犯太岁的人 没有犯的那么重的 那蛇呢 今年呢 叫做 行害太岁 先行 后害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 这个行代表什么 行就是说 凡是你属蛇的朋友呢 今年 文件 口蛇 尽量可以 通通回避 如果你先 比如说 过头 去 给人家承诺 然后你做不到 那这个害的袭击就会来 那害是什么 害就在这一年呢 会有一些 牺牲之想 所以 感谢大家 现在在线上 感谢你们的线上的支持 那可以的话 多多分享 多多分享 OK 那好 我们来说一下 今年这个属蛇的呢 虽然有行害太岁 他不是最重的 他不是最严重的 那当然最严重的呢 最凶的就是猴子 但不要紧 不要紧 蛇我们也来讨论 讨论一下 这个先行呢 也就是跟我们讲 我们也要注意 我们个人自己的 生活的这个 一切的健康安全 非常非常讲究 那我们也会 今年 半太岁的人呢 都会多多少少大环境里面呢 会有一些变化 所以我们现在看住 第一个就是出生于1941年的朋友 那1941年 if you're born in the year 1941 1941年的朋友呢 这个来临2022今年 就是我们说的80亿岁了 80亿岁 那注意看 在这个1941年 还有2001年 出生于2001年 those born in the year 2001 you belong to snake as well this coming to 2022 your age is 21 years old 恭喜你21岁了 正式正式成为 我们讲的政府公认的成年人了 OK 那首先先看 只要你是1941年 2001年 those born in the year 1941 2021 and 2001 you belong to snake but 这个年份出生的朋友 都是五行属金的 金的蛇 看到吗 这个叫新金 金的蛇 那因为这一年的这个2022的老虎呢 叫做人银 大家要专业一点 要专业一点 我们要很专业了 我们不要再说water tiger 水的老虎 不好听不好听不好听 我们要叫做 此年2022为人银年 哇 一听 你就很专业 那你周边的朋友就 哎 对你就哎呀 你忽然间 好像变得很厉害了 是啊 是啊 多看我们的视频 你就越别越厉害了 OK 那么今年2022呢 这个天上 我们说看到天干 出现的是人水 那这个2001跟1941年出生的朋友呢 他的天干是新金 金水 两相生 所以我们要关注 如果你出生于1941年 在这一年犯太岁 同时你的新金去升幅于太岁 我们说辅助太岁 所以你的 你只要是出生1941跟2001年的朋友呢 你的运势在这一年虽然犯太岁 但不是最凶的 恭喜你啊 不是最凶的 可是精神方面呢 会稍微偏差 偏差 为什么呢 因为金辅助水 所以你是辅助太岁的 所以今年要拜太岁 但在拜太岁的时候呢 我们是要用一个感恩的心 因为你有机会去辅助太岁 那 环境大环境呢 也自然会很容易有很多的变化 但会消耗一个人个人自己的体力 所以如果我家中有年长的人 比如父亲啊 爷爷啦 是什么之类的 如果是1941年的话 那要记住 You must remember 要照顾好自己这一年的健康 睡眠 非常非常重要 运势呢 因为会有很多的付出 所以运势稍微也会偏低 做什么事情呢 都要注意安全 OK Safety very very important OK我会建议给那个2001年的朋友 因为已经21岁了 差不多要出来社会打聘了 那可能还在修 修学读书 读完书呢 有可能也不知道会不会 要 进入哪一个行业之类的啊 在这一年不妨 看一看 因为如果你是读书的话 那精神方面稍微有点偏差 睡眠有可能不足 我会建议看一下八字 为你指点方向 给所有所有这个2001年的朋友 因为今年21岁嘛 来临22年 当然当然少不了 所有犯太岁的舌 你们可以做一件事 就是 打打给我们助理 安排帮你点这一年的 消灾灯 我为你点消灾灯 因为凡是有这个犯到太岁呢 我的师傅都有建议给大家 去点消灾灯 请求这个消灾严寿药师佛呢 为你造药希望这一年出入平安啊 这个工作顺利啊身心健康 非常非常重要 也同时点佛灯 也供养佛堂 也让你自己呢 可以提升很大很大的这个福气福报 OK 所以感谢大家的分享 感恩感恩你们 感恩 OK 那我们下来再看哦 要注意啊 你们的健康以外呢 如果你们要做什么 激烈的运动 或者有开车的 2001年的 那一定要关注自己的 安全 Safety Comfort OK very very important 那我们来看下一个 如果我出生于19 53年 那在这个来临2022年的时候呢 我即将进入69岁 69 69 那我这个这个鬼是鬼是蛇的呢 跟2013年 也是相同的 所以2013跟1953是一样的 只是他们的年龄不一样 当然啦 当然 OK 那我们来看 2013年因为9岁嘛 还小 有可能在就是在读书 还不一定就是要这么担心 可是这一年呢 给了这两个不同年龄 的人 什么样的一个提示呢 鬼是看到鬼水 与太岁是相同的 地就是有犯到太岁 蛇跟老虎就是犯太岁 叫做刑害太岁 所以对于有相同之相 还会得到天的辅助 相同 就不会太凶 他的杀伤力 就不会那么大 相同呢 当然也会有 有会说水如果是我的祭神的话 那他有可能呢 就会带来一些我不想要的东西 因为这个是阴阳相同啊 什么叫阴阳相同 阴水也来了 羊水也来了 那两个水 为相同的水 那你的八字如果是祭水的话呢 那在这一年呢 可能这个天上的水会 原本就是 地 地相形 本来就是好事 那天上的水来了 有可能就会 带来一点麻烦 如果是你的祭神的话 那在这边 比较非常难分析 因为 每个人的八字 格局 都不一样 Everyone 八字chart is totally different so is very hard to analyze based on right now this live session so what I can recommend is if you think that 你想要看一下你的八字 给对于1953年 那1953年 我会建议 通常就是我们说的 观察你的健康 除非你还在做生意的话 那你可以来看 2013年的话呢 不需要 不需要 不用看八字 这个不用看八字 ok 只要 注意 最重要就是 让他睡得好 因为阴阳水相聚 所以关注于个人自己的健康 尤其是寄水 那 2013也是读书吗 那如果是寄水 可能文学方面呢 也会稍微比较多挑战 ok 所以这个还好 这个 2013 1953 不是属蛇犯胎税为最凶的 我们来看下一个 ok 就是1965年 这个来临2022呢 他的年龄就是57岁 还好57还ok 不是问题 那这一年出生的朋友 1965年的 他的天干的五行属木 来观察一下 在这一年的 老虎叫做人银人五行属水 水木是相生的 太岁来相助 因为我的年份的天干是木 是太岁来助我一臂之力 这个叫做 阴水 这个叫阳水 辅助阴木 天的相助力就非常大 所以对于1965年出生的朋友呢 在这个新的一年的 个性方面 会很大大的提升 当然不是完全都是我们讲的 犯太岁 都一定是凶 得到天的支配呢 在对于1965年的多多拜拜 多多拜拜 有拜有保佑 因为老天这个太岁 他会来辅助你 大力的辅助你 所以对于五行木的呢 就会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睡眠也稍微比较偏好 所以个人信心 就非常大力的提升上来 但是因为有刑害太岁的关系 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拜太岁 除了拜太岁呢 做事只要稍微谨慎 整年还是平平安安的 当然有搬家之项的话也是非常好 在搬家的话选择一个良辰吉日呢 一切都会非常吉祥的 下一个我们来看 我觉得这个不得了不得了 OK 这个真的不得了 1977年 1977年出生的 蛇的朋友 这个年份呢叫做丁四年 你出生的年叫丁四年 听清楚所有1977年出生的朋友 那因为呢 这个年叫丁四 要牢记在心 以后你跟人家讲 你出生于丁四年 听起来 多么的professional so professional 所以在这一个2022呢 你的年龄就已经45岁了 我们来看这个丁火 火和水 本来是相克的 所以蛇为什么犯太岁 不会犯的那么重 因为蛇本为鹰 所有他的天干都是鹰的 鹰跟这个太岁的羊 他的相克呢 是不会那么大 那我们就来关注这个丁火 丁人是核化 所以凡是所有1977年出生的朋友们 天有相合 那就是相合是什么 你跟太岁 求 拜拜 或者 你去佛堂 或者什么宗教 你求 求个愿望 都容易让你实现 这个阴火反而不会磕到太岁 反而跟太岁相合 核化后又转变成木 又转变成木 所以我们先说凡是1977年的大环境的变化之项是最大的 所有属蛇的朋友 1977的变化最大 最为最大 所以我建议给所有1977年的 因为刚好在45岁 他可能还在事业打聘 可能应该还不到退休的状态 可能有一些 但不是全部 但比较多可能还在 出去社会打聘 所以我会建议你们呢 多多去拜拜 你的是什么宗教 就去拜你的宗教 个人的宗教信仰 这个的辅助力非常大 在今年呢 虽然翻到太岁 可是太岁 天又跟你相合 太岁的相合 辅助力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大环境中的变化呢 对你有可能 会带来很多很多的吉利的现象 当然 少不了因为有形害太岁 所以凡事再怎么样的好呢 都会有具备一些 条件 这个是对 属蛇的朋友1977年出生的 我们来讲到最后一个了 就是出生于1989年 那在这个来临2022呢 你的年龄就已经进入33岁了 注意看 这一个的天干是五星属土 土水为相克 叫做克太岁 但好彩 为什么蛇 在这一年犯太岁都不是最凶的 因为他的天干是阴的 阴克阳 不会太过 这个严重 而且所有蛇呢 只有1989年是唯一个 天克 地形 我们叫天克地形 因为地支与老虎有相形 天上有相克 所以叫做天克 地形 所以应该按照理 所有属蛇的应该就是这个1989 1989的唯一一个 最凶的 所以我们来看 但这个克不一定不好 有时候 sometimes we still have to depend 你八字的格局 如果这个泰税 这个泰税啊 他是来 帮你的 有可能你去克泰税 这个叫自己去克泰税 泰税来帮你的 那你去克泰税 就变成有机会 你却 跟他说 我不要 不用紧 我可以了 我一个人可以了 这样你就会措施良机 所以我会建议给1989年出生的朋友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跟我的助理联系 联系呢 可以帮你安排一下 看一下来临2022啊 你的运势到底是怎么样 因为 每一个人的八字 Everybody's 八字chart is totally different 所以了解这些八字 对自己会比较有大的帮助 那我们会给比较好的建议 OK 那在这边呢 还是先说一声 所有属蛇的就是有刑跟害 再重复 因为线上也是来了比较多朋友 刑呢 就代表着 注意一下个人自己的安全 严重性就是有一点 我们所谓小小的这种 雪光之灾 这种意想不到的惊吓 那 当然 害是什么 在这一年呢 害就有一种分离之下 可能就是说家中啊 或者大环境里面呢 会失去一些东西 需要牺牲一些东西 那 都建议给大家 所有属蛇的朋友呢 在这一年一定要拜太岁 不管是严重的还是轻微的 拜太岁 但如果你是轻的话呢 你就可以用一种感恩太岁的心情去拜 那如果我是这个1989年我有刻到太岁 你要用一种 忏悔的心去拜太岁 迎接太岁 就跟太岁说 这一年呢 我要忏悔 请求你原谅 那如果那些跟太岁相合的呢 你可以 感恩太岁 今年呢还算是保佑我 那感恩太岁 这样子的心情去拜太岁 才会比较正确 OK 所以今天呢 比较快速 快快快速快速 因为还有很多东西要做 明天再来跟大家分享 下一个生肖 就是属猪的朋友 明天我们来分享属猪的朋友 今天呢 就先把属蛇的说到这边 希望大家全部都会受益 OK 那 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呢 可以联络我们的助理 就是号码已经在这个description这边 91395036 可以直接whatsapp或者打给他 呃 希望最后呢 大家多多分享这个视频 因为我相信 可能你不是属蛇的 但要是你有朋友是属蛇的 他们能看到的话 对他们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也可以让每一个人在202 我犯到太岁 听到了这个视频很多会很放心 很开心 OK 好了 希望这个视频对大家都受益 向大家喜欢 吉祥如意 拜拜